就说一下今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今天打得还是不错吧 然后自己也是听过昨天这种4比3赢的情况下 自己的心理上也是得到了这种一定的锻炼 包括一定的升华吧 然后也是对下面的比赛 然后也是有好的这种影响吧 今天打了几场 就打两场吧 然后双打一场单打一场 你确实两场比赛 这么分配精力和各自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双打跟单打都是一样的目标吧 然后也是反正去想拿这种最高的这种目标 但是这种目标还是要这种靠自己的这种 平时的一分一分的这种去扣出来的吧 你会区分一下 比如说上主管打比赛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副管比赛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会去调整吗 其实我也第一次在主管打比赛 这是第一场吧 然后我觉得主管还是比较集中吧 人会更投入一些 更兴奋一些 对 怎么准备明天比赛 明天也是对脾气也负责吧 然后我也没有打 我觉得反正还是回去看个录像吧 然后自己做好自己 然后拼出来吧 我觉得他状态不错 对 那也得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